这本书跟上一本Satire的亲子对话 最大的不一样是 上一本是对话的基础功力 那着重在听核心 那这本新书呢 情绪课着重在陪伴孩子 走一段情绪的风暴之路 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呢 有提到我们如果当孩子 在情绪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陪伴他 那我在里面呢 运用了这个陪跑界 谐心这五个要素的口诀 帮助父母在孩子情绪来的时候 帮助他们度过情绪的难关 那所谓的陪跑界 谐心陪就是陪伴 那当孩子在情绪来之前 他有一小段的情绪风暴的和平期 那如果在这个和平期里面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陪伴的对话 也就是上一本书的这个听核心 是可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风暴之前躲过情绪 那如果我们在陪伴的时候 孩子不小心引爆了情绪 那后面的几个动作 包含了这个陪跑界 谐心的跑 就是让问题跑一会儿 那其实我们大人不用太担心 因为情绪总是会过去 如果小孩闹着要吃糖 那当他情绪来高张的时候 我们大人总是说 怎么办怎么办 你不要再哭了 你不可以再闹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大人用这个对话的方式 孩子通常情绪都会下不来 所以不如就放手 让孩子哭一会儿 那哭一会儿之后 也许孩子慷胀一点了 比较平静了 我们再来跟孩子说 我们的规戒 戒规 也就是在孩子规范里面 他应该知道的是 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了 那我们今天出来 是不能吃糖的 可是妈妈知道你心情不好 那借由这样的对话 比较容易让孩子知道 我现在是没有规范内的 那当他知道了规范之后 我们再来协商办法 也就是陪跑戒协 心里面的协的部分 协商办法就是跟孩子说 孩子呀 你现在很想吃糖 你吃不到很伤心 可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今天是不能吃糖的 怎么办呢 好 借由对话的方式 引导孩子去思索 让孩子知道说 现在妈妈还在关心我 只是我要想办法 跟妈妈说该怎么办 那最后一个部分 在这个陪跑戒协心里面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用心欣赏 好 这是所有对话的最后的一个最好的绝数点 也就是据点 那不管在听核心最后的据点是用心欣赏也好 包含了这个陪跑戒协心最后还是落在用心欣赏 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话语里面 如果能够带孩子做一个欣赏 譬如孩子呀 妈妈要谢谢你 即使很想吃糖 可是你还是努力地练习着克制自己 妈妈很欣赏你 那借由这样的据点 让孩子会产生比较好的向上的力量 那这就是这本书跟上一本书最大的差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